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是由一个有香港的专家 内地的专家 以及各方面的社会人士 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经过四年零八个月的研究商议 以及在香港社会的广泛咨询写成的 就在1990年4月 由全国人大通过 这个基本法 就用法律条文的形式 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写了下来 这个基本方针政策简单来说 就是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变 如果我们要全面准确了解 这些方针政策 知道什么叫做一国两制 我们要认真看看基本法里面的条文 我就会用三十节的时间 和大家逐章逐章 来到去介绍基本法的内容 我们讲条文不一定都沉悶的 因为这些条文的背后 其实是有很多生动的故事的 中央认为回归以来 按照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所规定的办法 进行的选举 尤其是去到2016年 2019年所进行的选举 就说明了香港的选举制度 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这个漏洞 就会让一些中央认为 是反中乱港分子 通过选举 都进入到香港的议会 所以在2021年 中央就决定要 完善选举制度 就堵塞这个漏洞了 完善的办法 就是由全国人大 授权给人大常委会 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 其实附件一和附件二 以前是修改过的 因为我们在其他一集都讲过 香港曾经也成功进行过 所谓政制发展 修改过附件一和附件二 但是今次的修改 就很不同 就不只是修改里面的一部分的条文 或者一部分的规定 是整个附件一 整个附件二重新写过 而且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就是 按照这个已经重写的附件一 附件二实行之后 旧的原本有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就失下了 就是不再用了 所以现在大家所见到的 2021年修订了的附件一和附件一 就和本来的附件是完全不同的 那又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修改主要有几点 第一就是对于选举委员会的修改 重新再定义过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产生办法 以及他的职能 尤其是职能这方面 现在的选举委员会 除了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人选之外 他还有一个负责选出一部分的立法会的议席 这个你可以说是恢复过去的职能 因为在回归之后 香港第一届第二届的立法会都有选委会产生的议席 不过就不多 第一届就十席 第二届就六席 从第三届开始就没有了 就是完全取消了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议席 但是今次就恢复了 而且是有四十席 九十个立法会的议席当中 四十席是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 除了选举行政长官人选 选举四十个立法会议席之外 这个选举委员会还多了一个职能 是过往没有的 他是要提名所有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 就算你不是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席 比如说你是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席 你想去割逐那些议席 或者你想去割逐这个功能组别的议席 你都要拿到选举委员会的提名 那就是多了一个提名的这个职能 好了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就新设了一个叫做资格审查委员会 或者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委员会 以后就无论是行政长官的候选人 或者选举委员会的候选人 或者立法会的候选人 你要成为候选人 你就要通过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如果你过不到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 你就不能够成为候选人 这个是新设的一个规定 就是有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 当然对于这个附件一附件二修订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 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的办法 以及选举产生立法会的办法 刚才说过了 这个立法会就增加到90席 其中有40席由选委会产生 30席就是功能组别选举产生 20席就是分区直接选举产生 这个是主要的 现在附件一附件二经过修改之后 它的主要内容 还有一点 修改之后的附件一附件二 就不见了之前的所谓叫做五部曲了 即是以后这个附件一附件二 要再修改 人大常委会就可以修改了 即是这个权已经收到人大常委会手上 那有些人就问 现在修改了附件一附件二 到底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里面所说的 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就循序漸进 即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循序漸进最终达至 提名委员会提名普选产生的这个目标 68条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亦都是按照香港实际情况循序漸进最终达至 全部的议员普选产生了 这两条条文是没有修改的 那这两个目标还是不是在呢 在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 即是2021年12月19日的第二日 即是12月20日 中央就发表了一本叫做 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的白皮书 那里面就有提到这点 里面讲得很清楚 即是双普选仍然都在 他讲到中央就会继续 和香港各方面的努力 来到一路去达至基本法规定的 这个双普选的目标 里面更加讲到 中央在2021年的完善选举制度 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是为落实双普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即是说中央的说法就是 现在完善了选举制度 更加有利于朝着双普选的最终目标发展 那我就认为为何会是这样呢 那道理就很简单 过往每一次政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呢 因为有一个很根本的矛盾 香港有些人就希望全部开放了 即是没有任何的关卡 或者没有任何的篩选 就给香港人总之一人一票 就选出行政长官 选出所有立法会议员 这个香港有些人认为要这么做 你所谓普选就是这个意思 但中央就认为不行 你普选呢 现在很清楚中央的态度就是 你要保障到爱国者治港 如果你真的完全开放了 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限制的话 就保证不了这个爱国者治港 那所以过去其实 就是每一次这个政改 那个方案拿出来争论 都是争论的 一方面中央就觉得 我怎样可以保障到这个爱国者治港 另一方面就觉得 你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不要搞那么多限制 全部都开放了 现在清楚了 老实说我就认为 现在完善选举制度的这些机制 即包括资格审查委员会 包括现在新办法组成的这个 选举委员会 提名了所有候选人 这件事我相信就不会改的了 即中央在这方面就不会退回头 好了 你有了这个这样的前提 是否可以放心 中央是否可以放心地 让香港走向这个最终 双普选的这个目标呢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基本法 要看它45条68条 还有看它附件一附件二 就要知道这个最新的发展了 现在的附件一附件二 是应该2021年人大常委会 重新写过的附件一附件二